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平时呢,跟大家介绍车型啊,讲吉普讲的很多的 那如果第一次看唐大叔视频呢,可以看看我的YouTube频道 那今天呢,讲点不一样的 首先呢,唐大叔的背景在加拿大温哥华 对吧,4S店工作也是吉普米本身,也开吉普 那接触各类人群,特别像这个温哥华这种移民城市呢 有很多的移民,各种购车的情况都有 那很多,因为国内国外还是区别挺大的 很多人呢,对一些基础的东西吧,可能都不是很了解 所以呢,就想通过这个短视频,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基本的知识 当然以后呢,回头大家会问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话题,咱们再细聊 今天讲几个方面嘛,在考虑买车的朋友们,他会想到的几个问题 首先呢,咱们讲讲新车和二手车 那唐大叔呢,做了这么一个表 首先左上角,我可以说得很清楚,一般而言 当然这个东西事事无绝对,对吧 不能用这个一概而论 所以一般来说呢,折就是有一点规律的 一般第一年呢,折的比较厉害一点 19,也就是接近20了,对吧 那之后呢,每年10%左右 同时呢,这个车型是非常有差异的 但是一般来讲,绝大部分车型都是适用的 那个别车型,像我唐大叔经常讲的吉普木马人啊 超保质车型,大家都知道 丰田有些SUV啊,FORUNNER啊 那个别的皮卡啊 那一般来讲,车的高级别的车啊 保质率就会相对好一点点 这个咱们拿两台车来比较 第一个是新车,5万块钱的加币的新车 那咱们来开个三年 那为什么三年呢 一般的车都是三年6万公里 是这个原厂的原厂保修 那在之后的话呢 可能有5年10万公里大不见 但是三年这里面就是说电子啊 车你基本能看到东西除了磨损的 雨刷灯泡 这个自己花点小钱 其他有什么问题就拿去车行修 那所以呢,咱们就用三年做一个节点 三年之后呢 假如说我买的是一个三年旧的二手车 再开三年 以这样子呢,做一个比较 一般来讲呢 一台车一年开2万公里左右 那第一年2万公里 第二年开到4万公里 第三年开到6万公里 以刚刚讲的折旧率来讲呢 第一年呢 你这个车的车值只剩下81%了 或者折了19% 也就是说呢 5万块钱车现在变成40,500了 那接下来也是4万公里呢 或者开完第二年之后呢 车值剩71% 第三年61% 那相对应的这个金额 唐大叔帮大家算出来了 也就是说呢 三年这个新车开完之后 我已经从5万块钱的车呢 就跌掉了19,500了 那同样的道理 对吧 当然这个不是完全科学的 那假如这一台二手车 我另外一个人接过来继续开 还是每年10的折旧 那这样子之后呢 三年之后 我买的时候是30,500 回头如果说再卖的话 或者说按这个规律跌的话呢 就变成15,500了 也就是说呢 我开这个三年的这个二手车呢 折旧了15,000 那这两个一笔 叫新车旧车呢 中间差了4,500块钱 就光这么看说 哦 还是有区别的 那因为折旧少了 但是呢 还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要看 其实是三个 对吧 这个唐大叔那些写了一个车型差异 也就是在这里 就是说 刚刚唐大叔举例子 像木马人啊 像一些车型啊 它会保持好一点 差一点 那如果用中间这个来算呢 4,500 4,500之后呢 有两个重要的东西 一个是你车肯定要保养的 这个保养 一般来讲 每8,000公里一次 那一般我们讲 小宝大宝 那小宝一般就是换油了 轮胎的这个前后对调啊 一些小东西 大宝的话呢 根据普通车型 他会建议啊 这个轮胎是不是磨损要换了 刹车皮是不是要换了 空调是不是要清洁了 还有呢 就是一些大部件的东西 是不是要保养了 再来的话就维修成本了 新车一般来讲呢 头三年 Bumper to bumper 什么都包了 你基本上不需要花一分钱的 那二手车呢 你很难去讲 如果是有大问题 像唐大叔自己亲身遇到过 当然当时我的车 已经14万公里左右了 一个车遇到了这个变速箱 就是transmission的问题 那回头拿过去呢 跟人家问 我说这个车要修多少钱 修的话呢 5000块钱修这个东西 那我说如果我卖给你 能卖多少钱 当时他只给我估了几百块钱 所以呢 这里就会有差异的 如果当时我那车没有坏的话 估计十几万公里 还能卖个几千块钱吧 这也顺便一提 所以这块呢 从刚刚咱们算的新车旧车 光从折旧 这么来说呢 是能省4500 但是你保养之后呢 因为新车嘛 不需要保养很多东西 这个新车里面也 也有一个大宝 但是这个大宝可能 部分的东西可能调整一下 或者怎么样 不一定花很多钱 但是如果你 二手车这个例子里面呢 你到了十万公里左右了 接手就六万公里了 开完第一年八万公里 那你可能要大宝的项目了 换轮胎一套 一个轮胎从两百块左右 一直到好点的三百多的 都不一定 那你可能 原来省了4500 那保养下来之后呢 也同样开了三年 你中间就要比新车 多花1500了保养 这个很保守的估计 可能更多 那再来呢 维修这块就讨厌了 你不知道这个车 会要花多少钱维修 所以你这省下3000呢 那可能最后又平掉了 那当然回过头 知道这个很重要了 因为我们新车回头 按这个折旧率的话 我回头是可以 卖个三万多块钱 对吧 那你旧车呢 虽然也是明年时这么算 但是呢 有一个心理上的吧 也可能 当然和这个车子的 磨损呢 也有关系 就是说 你车子一般 五万公里一个节点 十万公里一个节点 你车子一过十万公里 大家心理上 这个车就感觉比较旧了 折旧的话 你可能在十万以下的话 还是能值一万两万的 就是能看到万 那很多时候 你过了十万公里以后 很多车就到不了万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这个例子里面 新车你用了三年呢 这毕竟只是 六万公里左右的一个车嘛 你可能卖个三万两万的 还是很 还是很靠谱的 那你二手车开完三年之后 如果说开的多点 或者怎么样 过了十万公里 那回头卖的话 这个车 就是可能 卖的难度大一点 之前就更少一点 所以这些综合完了之后呢 那你可能比较难说 哎呀 到底新车好 就是好 那唐大叔就有一些 个人建议了 首先呢 买 我认为买新车好的理由呢 最主要就是 刚刚说了 原厂保修 你这个车 基本上不用花钱去修的 保养当然成本也低 几个小保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需要呢 在一些大保里面 个别项目就可以了 第二的话呢 你买新车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 如果你说我自己本身有台 看好一台车去做车贷 其实银行的标准利率 大概是在699的 如果你拿车作为抵押物 去贷款来供的话 银行其实差不多699 但是呢 大家看到很多这个广告啊 买车的时候 新车都零利率啊 低利率啊 什么1.99啊 甚至零利率 那是因为呢 这个生产厂家会去 补贴这一块的 我们个人去银行699 那大的这个生产商 他们生意大嘛 肯定可能利息就低一点 那不管399也好 499也好 他就给你补这个 所以呢 对我们来讲呢 你买新车是 新车的车价会贵 但是你如果 长时间来看的话 连利息的因素 各方面算进去 那肯定新车的这个 这块可以省很多钱 那第三的话呢 唐大叔算一个吧 有这种精神洁癖一样 那中国人都是有这个 习惯喜欢新的东西 那不太喜欢二手的东西 当然对车来讲 这是个 这个大金额的购买的东西 所以 二手车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是有个别的人 包括唐大叔 他就是 毕竟花这么多钱了 我就要这样子的 我就要新车 那可能这也是个因素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 新车也有个讲法 对吧 你这个 假如17年 出来的18款也叫新车 那17年初呢 卖的16年的 也有可能新车 那这时候也是全新车 甚至有一种demo呢 就是 理数非常非常低的那种demo 不管什么因素 它会很低理数的 那其实这车 就是等于新车了 对吧 那这种 你全新车 拿一个很好的价钱 或者接近一个 同样年份二手车价钱 对吧 添几千块钱 这种也是不错的 那我简单来说呢 我觉得这几个是比较 给力的一些买新车的理由 反过来说呢 唐大叔认为买旧车 好的有几个理由呢 就是逃车如淘宝 好车逃得到 你这个要具备一点点的 这个基本知识吧 当然呢 网上有大量的信息 告诉大家怎么买二手车 如果真的稍稍有了这些概念之后去逃 其实可以逃得到 当然买旧车呢 引用刚刚唐大叔提过一个概念 就是近新的 对吧 也就是三万公里左右的 那一两年的这种 然后五万公里 六万公里左右的 就是三年左右的 那还有一个就十万公里左右 或者以下的 或者剩下的就十万公里以上 这些概念 那所以呢 在这个逃车过程里面 各个价位 各个这个离数的 对吧 你是其实有很多技巧的 那要是会逃的话 是能逃到好车 好价钱的 那再来呢 有些车就是经典车型 或者停产的车型 比如这个吉普的 对吧 这个木马人各种型号 YJ CJ TJ TJ 那甚至一些特别车型 其实你要能逃到的话 这些车 你只有这种方式能买了 因为它已经停产了 对吧 那第三的话呢 过渡性的这么一个 那像唐大叔 这个我们全家人 刚来加拿大的 第三天就跑去 随便买了个二手车 那接下来就是 安顿下来之后呢 大概在一年吧 不到 搬过来之后 就买了新车了 开始 反正当时也七八万公里那种 买了多少钱 亏一点点 没所谓的 那我也不用过度的去 这个说 配置啊 或者什么很多要求的 反正差不多 我想花多少钱 过渡一下 回头卖掉 亏一点点 不去考虑这些因素了 那另外呢 那有些人很懂车了 我说这些 那可能唐大叔视频 帮助就不是特别大了 但是他可能 对某个车型 特别懂 特别喜好 特别有些肌肉车啊 有些木马啊 几几年生产的 那就是大家公认 口碑非常好的 这个回头 你买进来多少钱 如果你能买得到的话 那回头你倒车倒车 卖的时候说不定 还反而赚钱了 那就属于有点 炒车这个性质了 对一般来讲 最重要的可能 我觉得就是 要逃吧 逃到一台好的 就像淘宝一样 另外过渡性的购买 对吧 那你就可以选择 稍稍旧一点 不要到十万公里 一般我建议 就是说八万公里 那年份不管 它里数越低越好 这种过渡性的一个 所以呢 总结来说呢 新车旧车 唐大叔的 这个一些观点 是这样子的 那再来的话呢 咱们要讲这个 这个车怎么买了